你好 你好 我有点紧张 为什么紧张 看到你我就紧张 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要你不表白 说什么都好 咱们去看电影吧 看什么片 爱情片 不看爱情片 为什么 爱情片都有吻戏 吻戏怎么了 我不敢看接吻镜头 都这么大了 接吻的镜头 有什么好害怕的 受不了那刺激 一看就想去开房 琳琅 皇上这么晚没回来 你不担心吗 担心什么 他在外面 可能有其他女人哦 别瞎说 事情不要总往坏处想啊 可能 只是出车祸了 我刚才收到一封信 但看不懂 你能帮我看一下吗 拿来我看看 那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没有啊 为什么这么说 这封信说得很明显啊 说什么了 说你浅抽 老公 现在开房二胎了 你知道吗 知道 我们再要一个好不好 不要 为什么 孩子都那么大了 哪还有精力要二胎 难道你不想要个亲生的 这鬼天气 太他妈冷了 冷好啊 有什么好的 寒冷 可以让人变得年轻 乱讲 谁乱讲了 不许你回家 让你爷爷出门走走 肯定动得跟孙子似的 杀人犯不犯法 肯定犯法了 得偿命 那如果杀人不犯法 不用偿命 你会先杀谁 我还先杀谁 我他妈躲都来不及啊 你平时看书吗 不爱 甚至是恨 书中不仅有黄金屋 还有言如语 钱和女人不都是你的梦想吗 是的 但我就是不爱看书 书可是梦开始的地方呀 哦 难怪我一看书就想睡 读了这么多年书 你学到什么东西了 没学到什么 不过积累了一些考试经验 例如呢 怕什么考什么 你觉得我脸型好看吗 还行吧 这么敷衍啊 说具体点 你的脸型就像一个城市 哪个城市 山西省会 你有没有听说过网络 外国人发明的东西 它有什么用 相当有用 立足呢 例如以前写作业需要翻很多书 才能查到充足的资料 现在只需简简单单上个网 就把作业 这事忘了 为什么每次吵架都是我的错 本来就是你的不对嘛 你们女人吵架 从来就没认过错 有啊 有时候也会认错 你什么时候认过 每次和你吵架 我都觉得我错了 你哪里错了 当初就不应该嫁给你 听说高考的压力很大 很多人在高考结束后 都会疯狂的发泄 是的 你还记得当年你高考结束后做过的疯狂试吗 肯定记得呀 那最疯狂的是什么 复读 你读书的时候最讨厌哪一课 数学 为什么 太难了 尤其是证明题 我不觉得证明题有多难 无非就两种 哪两种 一种是 卧槽 这还用证明 另一种呢 卧槽 这也能证明 在你眼里 你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啊 有一种人 在他的一生中 只有在买东西时 才会被人叫帅哥 这就是你眼里的自己 不 我明显不是这种人 那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是那种 就算去买东西 也没人叫我帅哥的人 怎么闷闷不乐的 和老婆吵架了 节哀顺变吧 面对愤怒的女人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是最明智的选择 按你这么说 与人和恐怖分子 还有区别吗 肯定有了 什么区别 恐怖分子还可以谈判 哈哈哈哈 好 好 好